上约克说那个女的呀 人倒还没有修好了 搞这些神奇古怪的东西 她居然怎么样呢 结婚前没有钱 然后 为了买首饰 出卖自己的身体 一次三千块 有人如果还要想 一次这么贵 那你 同样想到更想到 现在女性的这个 真结草所不值钱了 但是对有些人却是无价的 你自己作奸自己 不值钱 你认为不值钱就不值钱 你认为他值钱 也是不值钱了 那很多东西无法用 金钱 价格来左右 当你卖身脏腹的时候 那值 那可以感动天地 那不是值不值的问题 那这个时代 好像这种事 也放不上这样了 随便在哪儿打点工还不容易吗 极特殊的例子 我们不再考虑范围 因为讲这些 大家认为哪有这种事 哪还有这种事 反而对你产生反感 但只要知道有一个天一个地 就可以了 再难的 比你过得苦的也有 再高尚的 我们达不到 虽然达不到 理论上 但你还是要向往 追求 慢慢的努力 那后来又帮过什么人 还有一个就是 经商 资金不够周转 要贷款很多 超出自己能力范围来 当时不显 因为带起来好花 还就难了 那这样考来考去 到最后也是不行 不能老靠运气 有钱的时候 你可以不算账 只得是小钱 大钱还是要算 你算的意思 就是让他 持续长久的 安全有效的经营 那不是说你多看重钱 这个 你有了什么东西 你就要适当的去处理 不然等于没有 我土豪一致千金 暴城 暴败 来得快的东西 总是去得快 该散才要散 像我们前面说过 就算你做不到帮朋友 那帮自己家亲戚兄弟 这个 就算你们之间 他没有参与你的 合作经营 那也是 后防线 稳固亲情的一道 那家里什么 你生下来就是有缘 在这个家 负这个家的责任 谁有困难 谁帮 这才叫家 要不然 你们说千书有别 从儒家 一般人做不到 上来就道啊 或者怎么样 福啊什么的 你只有一层一层的 有事 好事 先想想家里 有没有合适的人 可以做 然后 说谁 如果没有再适合 那再去外面找 要掂量自己 有几经纪量 做多大事 慢慢来 不要急 没有用